如果你是基督徒老闆,你会否有以下迷思呢? 第一,究竟基督徒赚钱,特别是赚大钱,究竟是否代表贪钱和贪爱这个世界呢? 第二,究竟基督徒做生意,如何可以实践彼此相爱的圣经教导 而实践彼此相爱的原则和赚钱之间的矛盾,你又如何去平衡呢? 第三,就是说一盘生意怎样做才是比较熟灵呢? 其实这些问题,我都已经想了20年了 我的名字叫Eddie Lau,我是一个有20年经验做生意的老闆 希望透过我的分享,可以帮助大家成为一个使命商人 完成了祝福大家,多谢大家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